因为我们这个电脑里面 没有那个SS资料库 没有装SS资料库 那你想说没有SS资料库呢 要怎么来学SS呢 这边没有 不过没有关系 因为现在很多公司 可能在大部分电脑都也没有授权 没有买这些授权 可能有一两台有 那如果说你有一两台有 你可以就是在那个一两台里面 去把SS产生了 那接下来呢 其实你没有 SS也没关系了 就是 eSale其实也可以存取 SS资料库里面的东西 OK那要怎么做 首先呢我们在按部就班来看一下 首先当然 如果你的电脑里面有SS的话 那我们就是大概做几个动作 第一个 我们现在先来谈一下 如何把那个eSale里面的资料 汇到SS 那当然我们前面讲过啦 第一个就是说我刚启动表单又好了 你看我把它重新开一下 2007这边可能有点怪怪 上礼拜也有点这种情况发生 那上礼拜我们是怎么样 启动表单之后 就是直接输入的话 他会请输入资料 不给你输入对 所以我就 假设我今天输入一个Enter 身高体重 性别 因为性别的话 我们这边有讲过 有好几种新增的方法 那比如说 我新增一种 当我按下Enter 你可以按确定啦 不过有的时候你不希望离开键盘 直接按Enter的话 他会帮我做几件事 一执行确定 二执行清除 三呢 再把游标放在这边 所以会帮你做三件 里面就是帮你先算出标准体重 再把这五个资料填进来 OK 所以游标放在Enter一下 有没有发现 他又把资料清空了 游标又放在第一个 所以你就可以再怎么样 再输入了 所以你会发现喔 假如说你这样子 其实还蛮流畅的 不过有可能怎么样 他不小心输入了 不应该输入了相关资料 比如说输入这样子 LL 然后再输入 他当然按Enter会怎么样 他不会呢 如果说你有房贷的话 有没有 Enter之后有没有 这个时候会出现什么 请输入正确的数字 因为他判断 这个格子里面放的 文字方块里面放的不是数字 所以按确定之后的话 有没有 不过我是把它清空好像不太合理 应该只要把这边清空就好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地方可能 也许你可以再判断一下 我看一下我这个 这个表单 表单的话在VeoBag里面 看一下是Home 2 那如果我今天按下确定 我判断是请输入正确数字 那我是做什么了 我把C2给清掉 那理论应该是 这个再看看好了 反正一个一个一个的去判断 好那这个部分的话 是我们上个礼拜讲到 有关那个表单的制作 那第二个阶段就是 如果我今天 我希望可以把这个资料怎么样 快速的汇出到那个SS 那我该怎么做 不过因为我们这边没有SS软体 所以我有截图 所以你们也许先看截图 那之后也许再找一台 有SS的电脑 再试试看 不过画面 大家流程就很简单 首先第一个动作 我的习惯是这样 因为我的栏位 它理论上最好是可以把它放在 这个A栏从姓名一直到 大概这个范围是我要汇出的 那可是它的范围是放在B栏开始 所以这个有点麻烦 位置不对 所以你汇出可能你又要再调整 我觉得比较麻烦 所以呢我的习惯怎么样 也许我要输汇出的 也许我就在这边新增工作表 名称的话呢 也许改成叫资料库好了 那就把我要输出的东西 Ctrl C 比如这个范围的资料 那我就不要放在B2开始 我再放A2开始 那直接放在这边 贴上就可以了 那理论上 将来汇出就不需要再调 哪一列不要 哪一栏不要了 直接就在这里 可是汇出的时候 它会问你说 请问一下 你要汇出的是哪一个工作表 那你就告诉他说 我是要这个资料库的工作表 所以呢 首先第一个 我的习惯是会先汇整一下 这个是我要汇出到 汇出到SS的 那我就先产生一个新的工作表 给他第一步 第二步的话呢 可能你要找一个 在汇出 我这边有写 新增一个资料库的工作表 这个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开启可能SS 那最新的版本 到2016 不过从2007 之后一直到2016 它的操作界面大体上 有点不太一样 但是差异性不会太大了 基本上流程一定是开启SS 然后我就建立一个空白的资料库 资料库的话 特别只有 因为SS是一个档案式的一个资料库 所以呢 你第一个是先需要建立一个档案 再把资料放进去 也就是说呢 你先规划一个资料库 那资料库的副档名一定是 点ACCDB 这是他的副档名 那我们给他的档名的话 就问题一好了 根据问题一 我们产生一个空白的资料库 第二件事就是说 如果我要把那个 Excel的资料 快速的汇入到Excel的话 其实在ASC 因为他们同一家公司的嘛 所以在互相资源Support上面呢 其实我是觉得做的还蛮好的 那你只要在Excel 在SS里面 找到外部资料里面就有一个Excel 也就是在Excel里面 你可以很快的 把你的Excel的档案资料 快速的汇到Excel 把原来的什么呢 工作表变成一个 在Excel里面就变成资料表 OK 那Excel里面的工作部啊 其实就是原来的 就是Excel里面的资料库啊 就是档案的形式 那当然里面呢 会有栏位啊 不过贿入的过程当中 他问你一些问题 那你就选取这个Excel档案 选到 比如说问题01这个档案 那这个问题01 就是我们现在用的这个 其实在这有点怪怪的 系统错误 等一下再来看 那把那个档案选到之后的话 接下来的话呢 就是他会会看到 找到里面有两个 显示工作表 里面应该有两个 一个是我们原来的问题01 另外我产生了一个叫资料库 也就是我要把它当资料库 那你就选第二个 特别是用工作表 选第二个 这个时候他会侦测到 我们刚刚给他的资料 那这个资料里面呢 当然包含他的栏位名称 跟底下我们要贿赂的相关资料 所以呢再往下 你就下一步 下一步的话呢 他会出现什么 第一列是不是蓝名 第一列是蓝名嘛 所以你就可以不需要重打这些蓝位名称 当然可以省掉很多时间 第一个 第一列是蓝名 再来的话呢 你再按下一步 底下有个下一步 那他在问你相关的问题说 你要再来就选取 因为底下总共有五个蓝位 那这五个蓝位的名称要不要改 还有呢资料形态要不要改 OK大概就这两个啦 主要是蓝位名称 蓝位名称基本上我们就不改 但是资料形态到底要不要更改 我想各位可以自己再调整 理论上贿赂他自己会帮你抓到 但是呢你会想说 这里有哪些可能会需要修改的 其实比较关键的 我是觉得文字部分应该可以不用改 因为他自动帮你找到那个文字类的 这边有个这个资料形态 那资料形态的话 他会帮你找到那个所谓的 简短文字跟长文字啦 当然理论上会用简短文字 因为字数不多 超过255的话 255个by者的话 他会帮你用长文字 但是小于255的话 他会用那个简短文字啦 不过这个姓名不可能超过255个by者 那一般可能会有问题的就是说 有没有什么呢 小数点跟没有小数点 其实如果说呢 你资料里面呢 假如说没有小数点的话 请你用整数哦 OK整数 那如果说呢 你今天里面有小数点的话 我是建议你用这个所谓的单精准数 或双精准数去设定啦 不过我的习惯用双精准数啦 那如果整数的话 当然习惯上用整数啦 OK 那这个整数跟长整数最大的差别 是可以容纳允许的那个数字的大小 整数的话 可能每个版本都不太一样 早期的旧版是大概三万两千多就超过了 长整 不过后来到64位元的版本 这个数字整数的容纳的这个最大的值 也已经增加了 所以如果一般性的整数 你就用那个整数啦 除非说你这个数字需要放比较大 你可以用长整数 那一样的道理哦 单精准数跟双精准数 差别只是有没有小数点 所以如果你有小数点的话 我建议你干脆用这个 我就改那个双精准数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用整数 OK 你大概就看一下每个栏位点点一下 里面看一下 那个资料形态到底OK 如果不对的话 那你就直接再去重新选取一下 可能比较会有问题 大概就标准提动 标准提动它应该会给你双精准数 那再来要不要主索引 因为资料不多 而且我们本身的话 你看这个index需不需要加 我这边因为资料量不多 那我就不加主索引 OK 那最后的话呢 把这个资料表的名称 存成问题1 其实跟那个资料库的名称 是相同的 这样的话呢 我就产生了一个asset资料库 不过因为我们这边 没有asset资料库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最后的那个资料库的结果 其实在云端上也有 就在这里 问题1.accdb 所以等一下如果你要练习后面的 因为刚刚讲的这部分呢 你们可能没办法练习 你可能要找一台电脑 有asset才办法练习 那没有关系 最后请各位把这个问题01.accdb 把下载 按右键就没有下载 那请各位把这个档案呢 下载下来之后 记得是放在哪里呢 请你放在那个我们的问题01的 ecell档案的旁边 为什么呢 因为等一下比较好存取 当然你未来你可以放在别的地方 也没关系 不过我们练习的时候 我是建议你先放旁边 那待会的话呢 我们要教各位就是说 如果ecell 假如我电脑里面没有assets啊 那我可不可以透过ecell去存取assets呢 那要怎么存取 这个也是一个蛮重要的问题 如果你将来 有一个资料库 然后呢 但是没有assets程式 那如何存取 这里的话 特别注意 存取的方法 就是底下我画的这个图 其实最重要的 在ecell里面 本来是跟这个资料库 是没有办法存取的 那我会需要用一个 一个外挂的物件 这个物件的话 等于把它什么 引用进来之后的话 我们就可以让ecell 去存取assets资料库了 OK 第一个 本来ecell不行的 但是可以借由什么 借由一个叫ADO的东西 ADO 这个东西 去帮我怎么样 跟资料 就是可以 本来ecell不行 对不对 透过它 就可以跟assets 两个之间可以连线 不过呢 它有点像打电话 ADO有点像一个总机 帮我接通了 可是接通之后呢 ecell跟assets 要沟通 可是呢 ecell的assets 是不同国的人 讲的话 他听不懂 所以你必须要讲 他听得懂的话 你说 请你帮我把所有的资料查出来 再丢回来给我 可是你不能直接口语跟他讲 你必须用什么呢 用第二个你可能要需要知道的 就是这个sql 这个sql的话 其实讲白话的意思就是说 资料库的那个国家的语言 就是所有资料库基本上都支援sql 那他的英文名称 实际上就是一个什么 structure query query就是查询 language allog language 简称的话我们叫sql 所以如果你懂sql 我觉得还蛮占便宜的 如果工作里面 你会下sql语法 其实很多地方 像erp 或者是很多系统里面 它都有一些界面 让你直接输入sql语法 你有时候可以跳过系统 直接去抓资料 但是前提你要会sql语法 那也就是说呢 如果你要 我们刚刚做好 刚刚这个资料库 那我等一下需要做什么 比如说呢 我想要把资料 假设我填完了资料 我之前是直接填到esail 可是我想要再把它塞到ss里面 可不可以 那塞过来之后呢 可能可以一笔 可能全部 那有没有办法再把资料从sql语法里面呢 再捞回来 可以双向了嘛 这可以双向沟通 基本上可以解决大部分问题了 因为两边可以沟通了 OK 所以请各位呢 稍微把那个 sql语法 esail如何汇到sql语法 稍微了解一下 那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把那个问题01.accdb 把它下载到你的 这个跟问题01的那个范例放一起 那待会的话呢 我们要来练习说 诶如何跟那个ss之间做沟通 沟通的方式要怎么做 请各位先试试看 OK 优优独播剧 susceptible